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今年是团结政府大堪补贴大调整多项津贴的一年 首先阿华今天出席活动时再次为政府调整电费和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护航说 这就是政府在结构性改革道路上大胆前行所做的事 接着下来呢也将会继续这样做 他指出政府负责任的治理必须主动出击 而不是去迎合民粹主义要求 因此政府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勇气 冒着不受欢迎的风险来采取这些行动 而不是像前几届的政府那样只会畏首畏尾无所作为 安华接着提到 那如果政府明明知道说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只会让我国走上破产之路 但政府却继续毫无作为的话 那就是背弃了良好和负责任治理的道德责任了 首先安华今天为2024国库控股大趋势论坛主持开幕时提到 政府落实电费调整和针对性柴油补贴 并不是要为难人民 而是希望把富人和大企业 原本领取的数十亿令吉津贴省下来 以其他形式的补贴或现金 转移给更有需要的群体 才能让国家走回正轨 安华接着表示 如今全球环境复杂多变 但政府承诺将会确保国家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持续蓬勃发展 因此施政必须是全面和协调的 最重要是关注国家与人民的长期福祉 像是政府去年提出的昌明经济框架 就是面向区域和全球挑战所做的准备 不过安华也保证 即使目前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果 政府也不会自满或固捕自封 会持续保持警惕 应对各项挑战